在今天的这次更新之中,我要把毛素星人介绍给大家 毛素星人是跟我们人类非常接近的一个外星种族 毛素星人是一个充满爱心而且光明磊落的种族 地球上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以至于绝大多数人类很难相信宇宙当中真的存在 充满着爱心、做事、光明磊落而且毫无心机的种族 但是毛素星人真的就是这样的群体 其实这个银河系内绝大多数的存有都具备上述的美德 毛素星人则是他们其中一个正面的团体 毛素星人原本是存在高维世界的天使存有 他们通过银河中央太阳门户来到这个维度的宇宙 他们进入银河系之后,就利用他们的天使光体探索这个银河系 大约在1800万年以前,毛素星团从电浆层沉降到物质层面 他们便决定前往毛素星团定居 他们曾经想把一个原本位于电浆层的母星沉降到现实世界 不过这个星球发生了爆炸,这个爆炸的母星碎片散落到了银河系的各个角落 捷克陨石就是那颗母星爆炸之后进入地球的碎片 14万4千名参与地球任务的星际志愿者把14万4千组光编码 Keen在一颗大型的捷克陨石上 这颗捷克陨石后来则被雕刻成一支圣碑 毛素星人早在几十万年以前就学会了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便不再参与银河战争 并且在毛素星团内打造一个遍及数百个星球的和平文明 这几百个星球文明共同组成了毛素星联盟 美善和祥和则是毛素星人的信条 他们的生活中也反映出这样的哲理 流光则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原物料 他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各种精致的艺术品 他们也喜欢美妙的音乐 他们居住的水晶城市就像翡翠上的水晶醋一样闪闪发光 许多毛素星人的城市就像是地底的水晶洞 毛素星人也经常在星球的海洋底下兴建城市 毛素星人也不需要经常睡眠 他们只有一种特殊的饮料来保养他们的肉体 毛素星人也知道长生不老的秘密 不过他们每隔一千多年就会换一组身体 毛素星人也十分正面积极开朗而且感性 性爱则是毛素星的生活中一项最重要的事情 毛素星人也懂得利用性爱的能量进行疗愈 毛素星人和地表人之间的互动已经有着上千年之久的历史 为了突破地球的隔离状态 他们联系维利女士 并且通过他们推动德国的秘密太空计划 黑暗势力劫持了德国的秘密太空计划之后 毛素星人则在1945年把维利女士们带出了地表世界 这场秘密营救计划的行动代号是此地近空 毛素星人在1954年联系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 他们希望透过外星峰会来避免核战争 毛素星人也在1977年联系到了屏幕上这个部落格的作者 希望通过他避免核战争 毛素星人成功阻止了核战争 不过他们没有办法阻止1996年的执政官入侵 执政官们甚至也在1996年到1999年之间 短暂的入侵到了毛素星团 毛素星团在1999年重获自由 大多数的毛素星人也逃脱出了地球的地下军事基地 一边 executing 旧币IchHö飞 靠之右 Riva 比里 5 语 倭 字